继续开会 接下来我们请李亚静议员咨询 主席还有我们各局处的局长 局处首长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 媒体先进大家早 我是李亚静 其实要救救的问题 对于教育局对于文化局 都是那几个问题 因为持续以来都没有解决 这也迈入到第六年了 那范局长也来了一年多了 所以其实应该也知道状况 雅静要提的是 其实报章媒体的杂志 媒体都有提到 刚刚是因为少子化 今年所有的国小招生状况 真的是很不好 有很多的小校生 甚至减半减得很严重 那雅静也常在提说 那高雄市原本就有那么多的学校了 那多出来空间怎么办 那今年有看到 教育局率先整合所有 就是去盘整 所有学校的多出来 空间的空间有哪些 该怎么去活化 也带头起了作用 有先活化了一个 某一个国小 国小还是国中 给就是影法族 那本席给予认同赞同 但是我还是要回归原体 回来到原来的问题 就是说在凤山里面 今年大概已经有 三十五万六 七千多人 将近快三十六万人 那整个凤山 也才不过只有几座图书馆 长书量也不是很足 那图书馆的部分 其实文化局 其实一直有在帮忙 图书的部分 那各个学校 也有一些小型的图书资源 但是亚金要在这边 替各个学校 不管是国小也好 国中也好 请命 我记得我们每一年的预算里面 每一所学校 都有十万块的一个 预算编列 要让各个学校去买图书 新的图书 但据本习所知道的 三不定 有的学校有 有的学校没有 有的甚至三四年都没有 那些图书资源从哪里来 募款 甚至是别的学校捐来的 有时候 跟亚金把文化局图书馆 给他买来 就是请他们整合过来的 那我觉得这样还蛮可惜的 因为我去看看 各个学校的图书馆 其实好多小朋友在下课的时候 非常喜欢去那个地方坐 然后去放松进行 甚至十分钟的时间 看看其他部有别于 课本以外的图书 那这个部分 亚金要请局长帮我们去督促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笔预算里面 可以真的落实给各个学校 因为每一年十万块 坦白说 已经有够少的了 如果连一毛都不给的时候 这好好可怜啊 小孩不是好好可怜 又只有小孩也可怜 所以这个 待会儿要请局长帮我们回复一下 再来 那在少子化的状况 减班状况的状况之下 亚金大概已经争取了 大概三四年了吧 不止 应该不止 凤山有一块 有好几块学校用地 其实是闲置的 那目前 也有一些 有把它提出来活化 比如说有一块学校用地 感谢教育局的配合 因为那边真的是大楼非常的多 所以车子都乱停 那教育局这边提供出来 当教育那个停车场用地 在北昌街那边 先在这里谢谢教育局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火化的不足 比如说我们的文宗小 一之四 这一块土地 在大佩湖这边 文恒路这边 我们虽然把它拿出来火化 我们把它租给民间业者 但是依据那里的一个 我们的土地价值 一平一个月 一平一平可以做五千块 就本学校查到的资料 我们教育局这边财政局这边 做人一个月一平九十九块 远低于市价 那如果要把这个 这么有价值的学校用地 拿来租给人家一平 一个月才九十九块 倒不如 我要说的是 我们赤山 将近十八万人的 银口地的 我们整个北凤山区 这边是所谓的文教特区 但是 我们北凤山完全没有 一座像样的图书馆 应该说没有一座图书馆 那我就觉得说 这样好可惜 那也刚好 有这样这么一块 这么大的土地 2.45公顷 的土地 坐落在 我们的北凤山 那现在 闲置在那里 还有大多数的土地 闲置在那里当公园 我想要拜托 教育局 还有文化局 共同来努力 是不是 可以 将这一笔土地 更活化 把它变成是一个 多功能的图书馆 这样的话 本席在议会议事厅里面 讲了好多次 要的不多 只是想要得到你们的回应 因为这不代表雅静的一个 这不仅仅代表雅静的一个建议 这还代表到 我们整个凤山市民 甚至临近区里的一个声音 高雄市有一个高雄市图书总管 经营规划的很好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地区性的特色 我常说北有北投图书馆 南如果有高雄在凤山的一个 曲格力 昨天 这几天常常在吵的 你们在公园里面 去一个里科勇图书馆 人家不要 那我是不是拜托文化局 来来来 我们说我们敞开大门 欢迎你们 我也拜托我们范局长 来共同协商 是不是将这 我看了一个资料 你可以用图书馆总共需要297坪的土地 我们这里这个文中小一之四这个 2.45公顷 非常好用 我们需要公园 但是那些公园很多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土地 一分为一二三好了 我们只需要两百顺三百倍好了 来去图书馆 甚至把它变多功能的 有点加上 地下是 地下 往地下发展是停车场 楼上是图书馆 一楼 可能是可以开放给 我们附近的住户 可以当成是 比如说 小型的活动中心之类的 因为 我们整个车船也都没有活动 没有活动的空间 好可怜 我就不知道 我们这里当地是在整个图书馆 为什么才叫文中小一 用地 所以 我为什么要铺陈这些 花一些时间铺陈 我要 局长 班局长也好 或者是我们文化局的 局长也好 让你们知道 其实凤山 高雄是值得更好 更完善的建设 然后更棒的一个图书支援 因为 南城市长 以前 我记得媒体有说 他是最会盖图书馆的市长 这没有不好 我认同 因为我们有需要 早期我们就是缺乏这些图书资源 但我们把它整合以后 其实 家会给 不只是我们而已 还有更年轻一代的 青年学子们 所以 雅清要在这里 拜托我们的文化局局长跟教育局局长 是不是也请范局长重视我们 北凤山这个区块 完全没有图书资源 常常你们在讲 在往个南走还是北走 有一个阳明图书馆 在往鸟松那边有一个小不拉击的鸟松图书馆 我不晓得局长有没有去看过 但是本是认为 这些地方 包括地幕也是可以盖图书馆的 绝对不会有什么争议 因为那不是公园用地 那是学校用地 那是不是可以请市长回答本期 刚刚雅进所提的 包含到我们图书馆的资源 包含到我们的各个学校图书资源的经费 即将请回答 即将请回答 主席 谢谢李议员 其实雅建议员对这个议题 真的是非常的切而不舍 一直跟我们做方面的讨论 我先回答你刚刚提到 每个学校国小是不是有固定的图书费用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有个喜悦网 因为高雄市做阅读做得非常好 在全国也算是这个杰出的都 所以他选出的书有一到五套 那每一套就有六十本 大概就要七万块 所以我们会根据学校的大小规模 给予他不同的套数 小校就可能是一套 大校可能就两套三套 所以他的整个金额是不见得是完全一样 但是每个学校都有 那学校也有提图书的额外需求 你可能不知道实际的状况 是真的都没有 是完全都没有 那是不是可以让国小科来回答 他说编了一年编一千五百万 可是是真的没有 没关系局长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做争论 因为没意义 我要的是请局长帮我们去 真的去督促这个区块 让每一个学校 甚至偏远学校 都能有享有这样应该有的一个图书 支援的一个权益 那我在这个要拜托局长这边 我后续还会再跟我们的相关单位 去做一个讨论 那再来请局长 那个详细情况 因为他比较复杂 也有各校下授自编的 也有教育部的补助 也有我们的编的 总之对阅读这一块 我们都是应该共同来重视 然后也有很多社会资源会进来 或者捐书 那李远一直提到的 这个凤山文龙路的文中小用地 可不可以盖这个凤山图书馆分馆 其实从这个2014年就在谈这个议题了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期间有三次的现场的会刊 那就教育局的立场李远也很了解 就是因为这个区域有四个学校 其实它还是呈现这个临近的人口数在成长 而且还有高铁站的这个正式在兴建中 正义站 而且也临近魏武营文化园区 所以我们在评估现有的学校 比如说青年国中文多国小 都是总量管制的学校 所以就教育局来看 这个区域是有未来性的 它是未来人口会成长 同时会有外来人口迁入的区 而且有非常多的大楼正在建筑之中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保留它为学校用地 那至于说你说可不可以 但是局长你没有听到雅进的重点 因为一间校 你刚刚有提到文德国小 其实那附近也有文山国小文华国小 甚至还有其他邻近的学校 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专都有 航不浪浪加起来十几间学校 其实他们每一年都在减班 截至目前为止还在减班 那我也不否认 那目前那附近其实都有很多的大楼 正在兴建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组合 很多小孩 没错 但是那还要多久的时间 我们要去新校校的经费 就不如把那些费用 把它平均 每一年平均分配给这几个学校 让他们不管是在硬体建设也好 或软体建设也好 可以更充足更具有现代化的一个教学资源 而不是想到说未来30年50年 因为你们回答本习过的资料是未来这可能30年50年 书要去好好 总不可能永远都在租人家一个月99块一坪的土地吧 我们只需要297坪而已 那这块土地里面其实有2.458多公顷 那是不是可以拨个一部分 拿来去图书馆 那个议员 我们就是说 因为教育局做了评估 说未来三年 其实学校 临近学校是在正成长 至于说这个图书馆的用地的面积 其实看起来是不到300坪 它有没有可能在将来的规划里头 就变成一个共购的系统 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我们的租金是按照公告地价的5% 我知道 但是我也在想 你提了这个问题 如果它是一块很好在现在未设校之前的利用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竞标的方式 让它价格更高 很多人来竞争 那至于图书馆到底有没有评估需求 其实这个要请文化局来回答的 我们是告诉你说 我们是学校还是继续保留 将来要盖学校 好 局长您请坐 谢谢 我要再次跟局长 跟市民朋友报告 就我们手上拿到的资料 到今年都是减班的 每一个学校 这十几个学校都是减班招不到生 没有招到做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需要让大家去公平 那是不是请文化局局长帮忙回答 我们图书馆这个区块的问题 局长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李议员常情在关心 那个文中小这块校地 预定第一的一个该图书馆的可能性 那我就知道 凤山地区有四个图书分馆 然后临近的三名区 这些图书馆其实 你请出好了 我知道你也回答不出我要的问题 这图书馆里面的图书资源并不是很多 你们觉得多我觉得不多 有没有真的是符合大家需要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 局长这个 你继续回答好了 因为我觉得 我不晓得你想要回答什么 那临近的那个三名区跟鸟松 也都有比较临近的那个图书馆 就跟你讲那个可以合并进来啦 整合在一起啦 那现在如果说 有方便读者的那个借阅 还有我们网路的借款书啦 所以如果说以未来这个区域 是不是设立图书馆 说真的我们内部都还需要再评估 那尤其那块用地又是学校的用地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再讨论一下 再两分钟 局长你请坐好了 我知道你也不敢做决定 那我也是因为知道那块土地是教育局的 所以拜托教育局帮忙评估看看 因为我不想要影响到学校 影响到以后的学生的一个受教权 但还是要为我们刚刚市的市民 图书资源请命 也希望教育局跟范局长 跟我们文化局局长帮忙一下 那再接下来雅金要 再来帮我们的体育场来做请命 丰山体育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拆掉 那它明明水泥水 水泥造制造的那个建筑物 其实它的年限是50年 我们红山体育场现在才30年 才是年轻的 那为什么要拆掉我也搞不懂 你们也解释个不出所以然来 那你拆掉以后 拆掉我们体育场看台以后 你们要做什么 我听教育局还有养工处回答 独发局回答是说要当公园 公园市的整个运动用地 可以运动的地方 甚至标准的赛事的场地 这是为二 凤山体育场是国际标准 二级的标准 你们把它拆掉不想要干嘛 我不想局长您知不知道 也希望局长帮我们请命一下 如果可以是不是帮我们做活化就好 不要做 拆除这个动作 留一些记忆 属于我们高雄人在地的记忆 给我们高雄市民 你做活化我们会更感谢你 我举个例好了 我们原先 我们现在的城市光浪 以前也是类似像 红山体育场那种感觉 整个看台底下有好多委员会 每一天最少有上千上百 上万人在那边运动 可是变城市光浪以后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 根本就叫猫一样 我们凤山体育场也好 现在好多人在运动 可是当你们要拆掉以后 以后成功员 凤山有180几个 再两分钟 谢谢主席 所以局长 雅静要拜托你 我不知道你们发包了没 或许发包了 可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做转环 帮我们 替我们这些年轻选举运动 运动人口运动选手 留一些我们可以用的场地 不然我们只剩下哪里可以用 高雄市有270几万人口 只剩下中正积极馆 跟私运组长馆 可以去做运动 做培训的功能而已 雅静这个体育中 真的是不错 来给我们看看 再来 你记得 如果要把这个雅静这 打造成运动园区 何不帮我们争取 国民运动中心 在凤山区呢 这区块雅静 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有做提案 那我知道体育处 也有做提案去中央 不关什么运动 不关什么比赛 我都看得到你 所以我相信 处长你知道我们 对于凤山体育场的一个期待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标准 可以让所有专业选手 国手可以训练的地方 而不是犯公元化的一个场域 处长 处长请回答 是主席 还有这个谢谢李议员 对这个凤山运动园区的关心 事实上 在这边我也跟我们这个 所有市民也报告一件事情 这几个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去思考 这个凤山运动园区要怎么活化 那我们从整个台湾的整个 整个各个运动设施的比较 我这边我觉得 对凤山市民来讲 可以很自豪地讲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希望打造 全台首山的运动园区 为什么会这样说 大家给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整个凤山运动园区 有10.8公顷的规划 不单是只有体育处教育局的资源 我们还有水利局 以及一家养工处 所以他把这个曹公俊又再重现 然后再加上这个绿美化工作 再加上这个园区 对我还没有讲完 我还六大运动设施 这个在全台湾都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说 我们集合了市府各个单位的力量 让这个运动设施很完整 没有商业大楼 所以里面谈的 这个所谓的招商 是说让我们的园区 在过程 营运过程中 有一个自常机制 这个在所谓运动中心的 营运过程中也是一样 对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谈到的时候 我们六大运动设施 没有一个是被消失的 除了田径厂看台 因为它有一些 这个整个视觉效果 所以被拆除以外 这是很早就确定的 接下来六个部分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个月初 已经送了体育署 所谓的一个叫做 可行性评估 以及规划报告 去争取这个工程的经费 那我们希望说 最起码年底 能够给我们这个工程经费 明年十月底 能够完工 就是所谓的体育馆 因为体育馆已经四十年了 那包括我们的游泳池 还有包括我们的雨球场 网球场 还有这个凤溪溜冰场 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整体计划里面 所以有个谈到就是说 这个是让我们不仅是凤山市市民 高雄市民是 都应该引以为傲一个 全台湾最好的一个运动园区 所以我们 如果资料这个不齐的部分 我们回去再去了解 再去检讨 那个李远 因为你提到这个凤山将来的 所谓的全国最好的一个运动园区来讲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规划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提供资料 也可以跟居民做说明的时候了 我们其实会启动 大家来看 还有什么东西是大家有疑虑的 那我们这个规划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规划 有六个大的运动园区都是提升的 因为我看过一些简报 其实做得蛮好的 那这个总体计划 也不是体育处或教育局的 而是市政府整个凤山绿东西的一环 但是我们应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 做很好的说明跟沟通 议员就等我们在做那个说明的时候 再看大家还有些什么意见 不过这个整个是来讲是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评估的 好吗 没有问题 出展再跟李议员再沟通 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郑光丰议员质询 谢谢主席李宇婷议员 我想跟所有的教育部门的局处首长 来做个探讨 那首先我要问的是教育局 本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关高雄市英文教学的问题 那我觉得高雄市有一个很好的资产 那就是文藻 文藻是一个全国我想是首医首医子医生 应该是全台湾最有名外语学校 人数最多 而且非常优秀的一个学校 那我的看法是 不管现在现有的体制下 体制下的英文 所有小学也好中学也好 如果出过国的人或者在我们所有国家 整个世界的比较 外语能力强的国家 我觉得这个国家能够坏到哪里去 一定很好 所以局长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多善用高雄在地的优势 注重在地的优势 是不是可以跟文长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学生 其实他们有些甚至去打工 去摇帕莫红茶 我觉得很可笑 这人应该是怎么样吸纳到 我们所有的中小学去 让他有一个工作机会 甚至集合这样 我想这样的一个钱并不多 我觉得并不多 不管是小班 而且让这些有些 可能他没有办法去补习的 有些中低收入也好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都很好的一个启发 跟怎么样从小就让他英文教学做起 这是我一开场白 就要先跟局长建议说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地的学校 这些学生我这样观察 都细碰碰去打工 这打工跟他的原来的语文都没有关系 非常的可惜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是 我们最近的观察就是 晚上的马拉松 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今年有办晚上的马拉松活动吗 有是不是 好 没关系 有就好 那我的建议是多办 这个城市 我觉得因为我们高雄 第一个 我们天气很热 第二个 当然空气也不是很好 空气也不是很好 大家能够在下班 然后去做这样运动 政府更应该带头 这个健康城市 我觉得我们不是宣传假的 我们应该要落实 怎么样去常态性办一些小型的 到每一个社区 一个行政区都办一个小型的 小马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带动地方的这样子 趁着这个市民的需求 我们办一些马拉松 晚上的马拉松 这个是跟处长的建议 我觉得体育处 最近的指标进步很多 而且很 我觉得沟通能力也要 我觉得在这里特别跟你们赞赏 处长这是我由衷的资言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在这两个建议 那第二个我想这个 局长我这两个建议 也不用再回答 我在这里先具体的建议 第二个 新闻局 我想新闻局这边 我们第四台的收费 到底合不合理 那以现在的景气 或现在很多的业者的竞争 局长有没有合理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郑议员 跟郑议员报告 我们的费率是经过 我们的费率委员会审议出来 然后经过完整的程序 同时跟全国各县市比较 我认为上称合理 上称合理就对了 高雄市的经济 不仅是比其他的县市更严重 那我是觉得建议上 可以再适度再做考虑看看 我在这里具体建议 请坐 谢谢 第三个问题是空大的部分 空大我想新校长新气象 那当然我觉得到目前的表现 我跟空大校长打一百分 但是一百分的结果是怎样 是未来要做就开始要扣分了 就要扣分一样 不过我觉得是当这个学识 还有专业还有热忱 我觉得校长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我为什么今天本来说 没给你问的 我还是白白给你问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总是要一开始 不管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就是一定要跟大众见面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把你想的 那个空大的样子 总是跟大家来做一做的一个报告 简单的一分钟 那我觉得空大我现在没有报告之前 有三个事情 我总觉得有一点建议 第一个因为这是属于社区的空大的一个大学 那我的看法是不管现在的课程 因为我实际上是没有跟别人拿到资料 不过我总觉得在现况里面 在法律的尝试的课程 还有沟通的课程 这点社会太需要沟通了 这个社会太需要沟通的课程 第三个是 像一些比较务实的课程 好比说土地的尝试 代书的只是那种比较一个 workshop的course 我想第二个像电脑 电脑还有手机 甚至怎么学习LINE 怎么学习FB 我觉得社区的民众有些人很需要 这东西对很多的社区民众 以空大的角色 我觉得都可以来做 好问到这里 我想刘校长再请你讲一下 一分钟就好 一分钟就好 谢谢 校长请回答 好主席 谢谢我们的郑议员 这么的支持空大 其实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在陈局市长跟很多的议员的支持之下 他现在的转型的方向 其实就很希望成为 国际化幸福取向的大学 也希望成为翻转教育的一流网路大学 更期待他成为我们 就是能够活化城市的终身教育的殿堂 这是我们的愿景 那至于您提的三个意见 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您刚才提到像沟通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这时候之前有注意到 所以有开了一门课 叫商业心理学跟口语沟通 这通试的课程 由我们的胡处长他来任教的 那其他的相关课程 您提的也是非常的好 那土地法规相关课程 是由我们的李福荣 李主任在那边 法政系的主任 他们也有在网路上开 跟市政有关 或是跟市政无关的 就是一些发展的 一些引导式的课程 有在网路上公开 可以请议员们 或者是我们市民朋友们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看这样子的课程 其他您的意见 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 把它做更好 更精致的课程发展 谢谢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文化局 那王局长代理局长 是优秀的一个事务官 那我在想说 一直感受不到 因为我以前跟你们使者局长 常常问他说 到底我们前政小岗看到 怎么样的亮点 在我们的这个选区 其实我每次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常常想说 如果在均匀化的 这样的文艺活动里面 到底我们前政小岗在你们文化局里面的眼中 到底是怎样的地区 那个圆吹 那到底那个地方到底需不需要很多的文艺活动 来冲烂我们那些这样的重工业 圆冬空那么多 我看这几年是没有 是没有 有没有比较重要的 你觉得有亮点的 在既然 你们老板就去高升副市长 因为跟他讲 我觉得有时候 就很难讲这一块 既然他不在了 你做给他看看 说总是他做比你 你做比他在我们前政小岗做更多的亮点 因为在这几年当中 你可以除非像我曾经争取在某些地方 这寡意好 优小提琴好 这个都是一个短 一个点锐式的 但我总觉得 到底我们那个地方有真的那样 不值得你们去那边办那些活动吗 有没有比较大的亮点 你们可以在左营弄得非常声势浩大 我们的小岗前阵 一定要有一些文 从不管他的文史的背景里面去找出 你们觉得可以来做一些大戏的 那我们其实还蛮期待 社交馆是一个很好的 让你们去硬体表演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 虽然它是属于教育局管辖 那我不觉得说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地域性 还有因为那是很好的关系 我们看不到说 有一个像样的 在前政小岗的表演 局长 虽然你是代理的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比临时泽局长做得好 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 他的脑海里面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要问他这个问题 到底前政小岗在他脑海里面 那他的脑海里面 是不是他只是觉得 那个就是工业的地方 好 那局长你请你回答一下 到底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局长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郑议员 郑议员 你不要忘了 那个市长跟史泽副市长 在前政放了一个最大的亮点 市总图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市总图 我们在安排所有的 应用活动的场地上面 我插嘴家是软体 不是硬体 刚好 那是刚好亚洲新兰议员 没想到 在我们的前政边缘 那不是没想到 那是用心良苦 所以我们把电影节 把春意的很多节目 都放在四种图的小剧场 包含我们电影节 这个礼拜就要开幕 开幕活动也在四种图 然后春意 每一年的 我中断你的谈 因为我发觉 你没有 已经不知道我在谈什么 你现在针对我的location 就是市总图在这里 所以我这个市总图 有办一些活动 所以我就是靠近前政小岗 我们还有每年的益税节 也在小岗 益税节在哪里办 益税节上个礼拜 刚办完歌仔细 在高雄公园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有这个益税节 我们到底哪一科 在办的站起来一下 哪一科办的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在办预税节呢 为什么 我们其实都有传真邀请卡 我干嘛就没有接到 哪有传真邀请卡呢 我哪有邀请在地的议员参加 哪有可能我们都没有接到 后星期还有一场音乐会 在福德池 后星期10月30号 那这个有邀请吗 那这个有邀请吗 有都有 都有 所以我们有 我回去好好地来 真的照你们话到底 那我的请坐 科长请坐 这些的我刚刚已经讲到 我看到的都是点瑞士 到底有没有一个说 我是一个常态性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个需要 持续性来做这样的 每年可以让这个地方 再往前步说 这个地方的文艺气息 或者文艺的进步 可以更多的 其实要做常态性的活动 中所很重要的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现在的 大概是升任副局长 讲到这个建盖营造 我每次讲都是民意社区 他还是讲民意社区还是可以很好 我是搞不懂 因为我一直想不想再问这个问题的 就单单一个文化营造的问题 就是一个为何销 而是把这旧资料做好而已 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做一个文化营造 等一下顺便问一下 副局长 没关系先讲完 是 所以我们每年 易税节都一定有考虑到小港区 那迷你的易税节 当然是去公所 有需要可以提出来 我们也会安排相关活动 等会儿 这个每年都有 你们的易税节 易税节 我知道啦 我说你们的这个 寡意的寡意班的去 其实是非常popular 我们都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 今年在这 那前证有吗 前证四种图就是最大的亮点啊 前证的四种图就是最大的亮点啊 我讲说没关系啦 你如果说前证 你修行这一项 前证这有一项 也没有嘛 前证 就是两个一场就对了 因为我不想说 是不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啦 因为它的效果是非常好 因为你们那个寡意班还相当有名 一堆欧巴桑小姐是看 追着寡意团去走 是 好 你请坐 副局长回答 是 跟议员报告 有关于社区营造的部分 那其实 请公民意社区啦 民意社区 他每年都会来 参加我们文化局的社造的工作 那民意社区是长久以来在执行 那但是我们每年在审查的时候 都会依照他的执行的经过 我已经很具体了 因为我知道你这个是委外 那你有实际让委外人去查证 说去年度他是怎么执行吗 我们对于每一个社区的访试是确实的 所以民意社区他每一年都 他每年就是朝阳市的相片就贴一贴 这个是每年 你可不可以去把那个你的 这个报告弄出来看一看 那你没有看说他这个 我也以为为什么要中断你 因为他每年就是把朝阳市的 再两分钟 民意社区对于社造的工作 比较集中在社区剧场的部分 所以他们是用表演的方式 那为什么他不要去 不要用他的社区剧场的相片 去用那个朝阳市的相片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剧场 根本就是也还要说手而已啊 是所以我们每一年在评鉴的时候 会针对社区的就是历年来的成果 来做补助金额的审定 所以民意社区如果表现不好的时候 他当年度的核定的金额是低的 等于说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原则上是鼓励社区来参加 他们知道说 你可以大可说 民意代表在议事厅公安讲里面 民意社区这样做 你可以跟他讲没关系 我觉得一个好的 一个真的要做文化营造 你们去委外的这个单位 因为我以前找过他们 后来我觉得还是这样 那我也不想找 因为跟你一样 现在刚刚我又想起到民意社区这件事 对啊 其实前阵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社区 都有来参加我们的社匠工作 我知道啊 那我们当然都有看 但是我一直很不耐烦 而且很觉得 为什么一个社区 同样两年都用那个朝阳式的这样 大家都已经看了都不想看了 为什么你们还会让他这样做呢 你们应该主动告诉他说 你这个报告不要再用这个朝阳式的 你不要再讲这个 有没有一个你的聚场 当然你有欢心 那最好 我觉得 大家不是讨论的 不是很专业 我们这个社区营造概念就是一个大家参与 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 就够了 但是你总是 你不要博伯 小到这样让人觉得很压力 对不对 副局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是在批评他 社区营造就是参与 我们不管他做的好坏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鼓励 对我们来讲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做资料 去把这样的经贵弄掉 我觉得很可惜 请坐 好再给两分钟 刚刚教育局在那边 很不好意思 因为等一下请局长 刚刚那两个问题再回答 不过我要再回答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血统的健康促进的问题 那健康促进 我知道卫生局 他们的烟害防治经贵 有一部分的经贵 可能有跟你们卫生局 做一个合作 那本席在趁这个机会 要讲的是 健康促进 在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觉得在他的脑海里面 很小就建立一个健康的观念 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不知道现在健康促进 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但是有一点 局长我总觉得 这样的一个老师 普通是要你教国技 给你教学 这个人又叫他去教健康教育 给他教健康 我觉得这样的吸收 我觉得会打折 那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高雄市的这样的医事团体 营养师也好 医师也好 牙医师也好 所有我接触过的这些的社团 这些的公会 他们都很乐意 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比如说注意 你们去讲 跟牙医师公会来说一段 小孩去听客人 他们的校庭更好 那跟刚刚我讲的 文早大学 同样的概念一样 我们可以借助外力 因为大家对学生这一块 大家对这样的一个 志工的概念一不容辞 而且这些的医事团体 都非常非常的乐意 那健康促进这一块 我到目前观察起来 小孩大人了 不过我感觉说 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可用 政策如果做对了 可以改变很多很多 未来的孩子的未来 那我要讲说 如果健康促进 可以这样的一个多元 请局长回答 我们非常谢谢郑宜 提了三个问题 其实都非常好的想法 第一个是跟文早合作 作为外语学习 特别是英语 其实我现在你这样提 我就想还不止文早 就是有相关英语学习 或者应用外语学习的学生 他如果跟我们做成 这个叫做 吸手或者办学计划 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们会来进行这个事情 接着提到健康促进 跟医事团体的合作 跟我们联系比较多的是 牙医团体 其实不只学生要管理的 一定是 就是他的体重运动 隐私睡眠 这几项从小要注意 那我们在147年级 是做了健康的检查的抽策以后 再做追踪 那跟医事团体的合作 就是扩大社会资源的连结 我们要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方向 另外谈到这个夜间马拉松 我才听到说在澄清湖的马拉松 夜间是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是不是请体育处长补充一下 有哪些具有开发潜力的夜间马拉松 我们就来行销夜间马拉松 处长请回答 主席还有谢谢郑议员 对体育处很多活动的关心 跟支持 确实其实我在这边也说明一下 其实在我们高雄市 在这几年办路跑活动的场次 是逐年增加 去年超过60 今年逼近70 其实最大的推手跟议员报告 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跑步的团体 他们非常热情 非常热衷 不管是在澄清湖 凤山 或者是阿公店 或其他地区 确实有谈到说 我们最近也大概跟有30个 在地的跑团联系 请他们提供哪一些地方 最适合跑步 我们预计在年底会做个发表会 到时候会再邀请议员来参与 到底我们高雄市 有哪些地方 什么时间适合来跑步 让更多市民共同来参与 以上做说明 谢谢 谢谢 最近 这一两年我们高雄封路跑 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 我们年产只可以达到20亿 那也在这里感谢我们体育处的用心 那现在刚刚处长所说的 能希望再多结合我们高雄在地的一些特色 来举办这个路跑 来达到一个观光的宣传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 我们下一位陈梅雅议员咨询 感谢主席 那本席呢 今天要针对我们教育部门来进行业务咨询 首先本席要先就教育校我们的教育局长 我想现在很多的家长或是教育工作人员 校长们对于目前高雄市的学校 有很多的经费可能都会有不足的现象 那特别是其实我们在上个会期 其实也就教过于教育局长 我们再质一个议题是说 在目前高雄市一直在推所谓的无为强化之后 那么我们相关的配套措施做出来了没有 我们保障了校园的学生的安全了没有 但是就我们看到的数据发现呢 目前因为推动无为强化 导致说学生要保障他们的安全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的家长希望 或是学校也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些警卫 但是我们询问下来发现 根本警卫可能目前来讲经费是不足的 那么我们也接到很多的学校 跟我们建议说 校园的设备老旧 那么教育局是不是能够尽量满足各个学校 当他们的设备是需要教育局去予以协助的时候 是不是在经费不要在逐年递减 而是说能够给他们更充足的经费 让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把教育办好 甚至未来我们高雄市教育局经费 充足的时候 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让我们学生的营养午餐 甚至是可以全面的来做更大的这样的挹注 减轻我们高雄市家长们的负担 所以种种很多 其实教育是一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根本 所以本期在这边也要呼吁 未来我们的教育局 我想先请问教育局长两个问题 第一个教育局目前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高雄市民 目前教育经费足不足 第二个部分请告诉我们 未来要如何增加争取我们的教育经费 来这两个部分请局长回答 谢谢陈议员 对我们的教育经费或者学校基层觉得 还有很多部分带更新改善 其实教育经费在市政府整体预算里头 大概都占到35% 但是你认我足不足 它当然永远不会足够的 因为新设学校以外旧的学校 它的设备等等都需要更新 但是我们的整个预算的结构里头 其实在用人费用就占了75% 只有20%用在教学计划跟活动 资本支出只有4% 所以我们大致都是按照学校提出来的需求 在优先顺序经过审议以后 优先顺序将给他们 然后除了教育局的经费以外 协助他们跟中央教育部申请经费 教育部或者是体育署申请来 驿助我们学校 大概只能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好 感谢局长 所以局长你其实也承认 目前高雄市的教育经费 给予各学校的设备的部分 确实是有不足 那我们这个部分有共识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努力就是说 如何干各学校 在这个设备来讲 能够更加的充实设备 然后不要总是一句话说 教育局高雄市目前财政困难 所以可能教育经费没有办法再增加 那本席这边是不是也建议 提供一个建议给我们的教育局长 高雄市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一直在推校园的整病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好是坏 我想未来市民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但是本席这边要提出质疑的是说 当高雄市目前把一些校园用地 变更成为商业用地的时候 那么我们想要询问一下 当高雄市政府把这些校园用地 变更为 把学校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之后 他把它设定地上权 或甚至是出售 得到的这些利益 是否可以专款专用 给予我们的教育经费 资助我们刚刚所提的 或许是学校的人士 或许是我们的校园设备 甚至是我们学生的营养午餐 都能够予以资助 那我这边本席要提出一件 最近我们高雄市非常引以为傲的 一个地上权的标案 在我们的旧龙华国小 旧龙华国小位于高雄市的 金华区域 地点在博爱路跟大顺路 非常方正的一个区域 那么目前设定的地上权 公布的数字是 77亿8247万 那么非常多的家长 来与根本席陈勤 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资金 如果未来确实地上权设定出去之后 这块地最原始的来源 是来自于我们的校园用地 当高雄市政府在推出说 要把校园做整并的时候 请你们也必须要把这些 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是回归到我们的教育的部分 专款专用 所以本席这边要具体的建议 我们的教育局长 请你去跟市政府建议 请你去做努力 请你去争取 未来旧龙华国小这块地上权 77亿8千多万标售出去 或是你们可以用更高的数字 多少数字不重要 重点是如果你们有标售 地上权出去的话 这笔金额请务必要争取 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 这个部分请局长你们去做研议 待会再让您回答 谢谢 接着本席这边还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体育处长 处长我们高雄市其实一直在举办相关的很多的体育的赛事活动 甚至我们也希望透过大型的赛事活动 然后鼓励高雄市民能够来运动 甚至能够提升我们高雄市的能见度 但是本席这边要请教了 如果高雄市政府在进行土地规划也好 他们把原有的运动的场地消除掉了 那这个时候体育处你要怎么办 你要做什么努力 来请答复 处长请回答 是主席还有谢谢这个议员 对我们这个体育用地的一个关心 那一般来讲就我理解的部分 我就先做说明是 如果说这个体育用地 我们在规划过程中 如果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 那一定会优先开发 那如果这个市府的相关政策 觉得体育用地 有其他更优先的用途的话 可能要做比较多的沟通 那这是我一项先做这样的说明 所以如果说现有的体育用地 被市政府做其他用途之后 那么体育处这边能不能去建议说 应该在周围再尽速寻觅其他的地点 然后提供给高雄市民来做运动 这一点你愿不愿意去努力 愿意而且要做配套方案 我们目前有在 就是很多的空间都是类似的 那体育处长 本席这边就再给你提一个地点 同样的刚刚本席所讲的 旧龙华国小这块校地 因为它的校园的后方 那块土地呢 本席当初争取是新建做篮球场 还有做我们的流冰场 以及儿童游戏区 但是因为今天市政府呢 要把它做地上拳标售出去 那个地方未来也没有了 但是各位市民 高雄市目前美术馆农十六 当市政府在全力发展这边 它的地价标的是高雄市目前来讲 非常高的一个 号称是高级住宅区的这样的区域 运动的场地 反而是逐渐的来减少 所以体育处长 请你针对这个部分 去想一下如何 让美术馆农十六 他们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运动的场地 好不好 那请你们会后跟我这边做报告 谢谢 请坐 那本席这边啊 除了目前小学生的这些 或是中学生 我们的学生的校园的问题之外呢 本席也要针对我们的长辈 来救教一下 我们待会空大的校长 麻烦请你回答一下 本席接获非常多的这个些长辈呢 都跟本席反映说 其实退休了以后 他们不希望说人生就是只有公园 家里 他们很希望说有更多的 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可以让他们去 那因此呢 本席除了在我们的社会局 鼓励他们多增设社区长青学院之外呢 那本席也知道目前中央 之前中央就已经有推所谓的 乐林学习中心 也是借我们很多学校的一些空间 那因此本席这边要建议我们的空大 空大有非常多的这些师资 还有许多的课程 是不是可以广设一下在各个区域 让我们高雄市需要学习的长辈呢 也都可以能够就近学习 来 空大校长愿意做这样的承诺 时间有限 您就简短答复就好 校长请回答 主席 议员 你们好 我觉得在高雄市里面 设不同的校区是有这个必要性 然后可以服务我们不同的市民 那现在离我们学校比较远 然后又有交通方便就便捷的 然后又让长者或是就进就读的 我们现在有选到就是比较偏北高雄的部分 希望能够在比较近期的评估之下 可以在北高雄先设一个分校 好校长 那因为您是新来的校长 我们非常期许你能够有更新的作为 那是不是能够在广设这个部分 就利用现有的师资 或是广设师资 然后让我们高雄市每个社区 他们能够寻求一个离他们较近的区域 能够去再进修再学习 我们希望让长辈是能够健康的长寿 而不是说当他退休之后 他是会觉得他的生命 好像失去了更重要的意义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丰富这些长辈的学习 然后他们的意义 来谢谢请坐 那接着本席这边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那个文化局长 代理文化局长 那个本席要请教你 其实到底图书馆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 但是本席先要就教你是说 针对于高雄市他们的整体的发展 区域的整体发展 到底有没有把文化这个部分纳进来 高雄市一直在推的 我们的美术馆农石榴 一直在开发 建商在盖房子 土地飙涨 但是相关的这些公共设施 到底给我们当地的居民了没有 文化局长 代理文化局长 我想要请教你 针对于图书馆的设例 你本人是持反对还是赞成的立场 来你请答复 时间有限 麻烦请就问题回答 好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针对图书馆的设立 当然以一个市民的角度 一心是支持 那我本人也很支持 好 那您既然支持的话 本席这边一样具体建议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看不到 高雄市政府 那个更具体的这样的相关的作为 其实美术馆农十六这边 人口是暴增的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 这些区域高雄市政府做了什么 图书馆需不需要 需要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 目前市政府的做法 都是一直在卖地而已 地政局卖地 财政局在卖地 那我们觉得这个对高雄市民来说 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代理文化局长本席 期许希望在我们北高雄 所谓的美术馆农十六这周边的区域 这边号称高雄市政府 在推动的这个高级住宅区 是不是能够给当地的民众 一个活动 一个我们的图书馆 那么如果说你们的经费上确实有问题 或是土地取得来源有问题 是否可以跟其他的局处 譬如说民政局 结合活动中心一起来兴建 这样子来讲 我想经费也会比较充足 因为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是美术馆农十六周边 我们也看不到 所谓的活动中心 好不好 所以本席这边要再次强调就是 高雄市政府的施政 不要让我们看到是 有好的土地 当你们炒作这些土地之后 这些你们高雄市政府出售 标售之后获取的金额 是不是有用在高雄市民的身上 那么我们认为教育文化 是高雄市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高雄市政府 如果要救财政 应该要赶快是创造就业等等的部分 所以新闻局长 本席这边也要请教你 针对于你们新闻局 常常提出来的这些报告 都是说你们一直有在宣导 到各个城市做 各个国家 有做宣导 高雄市的经济发展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短片 那我想问你 你自己认为它的成效 你可不可以具体举几个 举一个例子出来说明就好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就是我们的观光人口的成长 我认为 这个在我们的国际宣导上面 也有相当的功效 你说我们观光人口 因为新闻局的努力 也有成长是不是 我们有参与努力 当然不是只有我们的 有成长是不是 是 好 那麻烦你也把 那个这两年的成长的数据提供给本席 好来再请继续 好 然后另外在整个产业 产业招商的方面 我相信说我们去协助把这个高雄的城市意向广播出去 那我们但是主要当然还是靠我们经济发展局相关的努力 去年我们的招商的成果在全国各地方政府之中也是第一名 那我相信我们宣传高雄市正面的城市意向是有帮助的 新闻局当然是要正面行销我们高雄市啊 我们都以高雄市为傲 但是新闻局肩负着一个宣传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请你把刚才您说的这些数字都其一样提供给本席 好谢谢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